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回来Signature Market Kitchen 我是Share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我又是一名厨师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道日本传统的菜肴 这传统菜肴其实是3 in 1 我们今天会介绍茶碗模式 我们会介绍soba 我们同时就还会介绍gyoza 所以呢这个视频可能会少许长 不过其实全部的做法很简单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来开始我们的茶碗模式 茶碗模式 我们就用到这一个shimeji mushroom 还有这个shitake mushroom 还有萝卜 还有鸡蛋 这个shitake mushroom的话我们就切成薄片 下一个萝卜 下一个就是这个shimeji mushroom 好 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 鸡蛋的话我们来放两颗 一小茶匙的盐 同样分量的糖 同样分量的 dashi 这一个是一种日本的调味料 最后呢 organic first strong soy sauce 这个就是头抽 这一些加完进去之后 鸡蛋搅一搅把所有的调味料搅拌均匀之后 需要240毫升的水 记得哦 两颗鸡蛋240毫升的水 直接加进去你的碗里面 来搅一搅均匀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所谓的真碗 拿上来 把所有的材料放下去你的这个器皿当中 好的 那么你就要把你的鸡蛋 完全的倒在这一个container里面 好的 现在我们呢需要等一等 因为呢我需要等到它上面的气泡完全消了之后 才可以放进不是蒸笼哦 是烤箱 平时用的是茶碗蒸嘛 不过我今天教你的是用烤箱 来做这一个chawamushi 这个烤箱已经预热到220摄氏度 我们就把这个tray拿出来 把你刚才的chawamushi 放在你的tray上面 下一个呢我们就来做这一个饺子了 饺子呢 需要的材料有包菜 同时间我直接放在这一个mixing bowl里面 下一个tray拿呢 直接来把你的蒜头捣碎 蒜头 好了 下一个就是shutake mushroom 鲜桶 蒜头 我们就来准备下一个黑木耳 切成条状之后打横来切 就把它切成粒状 磕状 下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香菜psley 下一个材料 我们就是青葱 下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这个鸡肉碎 现在呢 我就开始调味 我们有这个Symetra Market的 Organic Ginger Powder 然后我们还有麻油 一点点的酱青 一点点的盐 最后呢 加入一颗鸡蛋 把所有的 材料搅拌均匀 同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煮我们的 Soma Nodon Soma Nodon 我需要的是水 差不多500毫升的水 我们需要放三汤匙 到四汤匙的头抽 除了头抽之外 我们还需要把这一个 Dashi加下去了 Dashi的话是一汤匙左右 那么呢 等到我们的汤滚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少许的汤拿起来 准备作为凉拌的那个作用 来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少许的汤拿起来 等一下做这个凉拌面的时候用 我们今天有的是这个Symetra Market的 Organic Buckwheat Nodon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就把它放进去你的汤里面 煮的时间呢大概在七到八分钟 那么呢我们做饺子呢 最重要的是平底锅 平底锅呢在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油 涂上了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饺子皮 除了饺子皮之外 你可以准备其他一点点的水 让这个饺子皮呢好好的黏起来 来现在来开始示范这个饺子皮 饺子 你的肉馅 一汤匙满满的肉馅 你不需要太满哦 因为如果你太满的话呢饺子没有办法包起来 你可以沾一点点水在这个饺子皮的周围 这么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就要开始对折 对脚黏着先 之后呢才从旁边开始一拉一推的模式呢 把它包进去 上面这边的话是往反方向的拉 拉了之后把它压下去 压到尾巴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像饺子的饺子出来的 好的 我们的鲜巴面已经煮熟了 煮熟了之后你就把它 立出来 同时间呢 我也注意到 我的乔尔姆斯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你需要马上的开 你的这个烘炉了 最后一个饺子 搞定了 可以开始煎饺子了 记得你的饺子 需要从小火开始煎了 现在呢 关键来了 你需要下一点点橄榄油 同时间呢 水 它是半煎半蒸的方式把这个饺子弄熟 马上盖上盖子 差不多六分钟的时候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有一个美美的莲子 摆上我们的汤 还有我们的炒姆斯 还有我们的炒姆斯 我们有我们的 鲜巴 冷面 差不多六七分钟了 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饺子皮是完全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饺子皮已经蒸熟了 同时间里面的馅料也是差不多完全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开始转少许的火 中火吧 然后呢一次过把它吞过来 吞 我很想吞的 可是我的producer不要给我吞我 我就是要吞 你吗 会吹吗 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 反过来 把那个皮煎得金黄色为尺 好 饺子已经煎好了 香喷喷喷 好的 那么熟悉的日本套餐就那么完成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Gyoza 我们有Soba 我们还有茶温模式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麻烦你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这个Signature Market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想要不一样的健康食谱 麻烦你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量的为你安排 我们下一期见 Bye